欢迎收看地狱来早茶 我是主卓 这一集的美食呢 因为我刚做完大肠镜 所以没有办法吃太油腻的食物 所以就以一杯红茶来代替 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分享 旅日选手专益 他加盟了西武师 而且会出战经典赛这个消息 日值西武师呢 在休赛季被欧立市 以四年十六亿日元签下的 自由球员森友栽 最后呢 西武选择的补偿人选 是台湾的旅日投手张艺 也透过球团发声表达过去几年 对欧立市的感谢 在接受日媒访问的时候呢 张艺也透露 自己将会代表台湾出战经典赛 引发了韩国媒体的关注 就标题写到了 给韩国带来清野彩案 噩梦的台湾投手将重返经典赛 清野彩案呢 就是张艺在2019年12强 对韩国主投6.2局无师分的那场比赛 率领台湾拿下7比0的胜利的那场 换回大家记忆一下 希望张艺在新球队呢 一切都顺顺利利的经典赛 也期待他的表现 再来就是 哇 大家上个礼拜熬夜 也要把他看完的 和氏族的作息破坏者落幕了 冠军赛在12月18号登场 由全球未免的法国队 上第一战就输球的阿根廷 不过阿根廷在之后的比赛 也就是势如破竹 然而呢 我们的冠军赛的剧本 就是如此的神奇曲折离奇 真的是可以拍电影的 我的天 前80分钟呢 其实我是看完上半场的比赛 然后2比0 妥妥的妥妥的 没问题了吧阿根廷 结果 没想到 Mbappé呢 连进两球 把比赛直接打回到原点 延长赛Messi 射门破网的同时 更从Mbappé手中 要回了金学奖的头衔 而比赛尾声呢 阿根廷的防守球员在进去 那首球犯规 Mbappé把握这颗得来不易的12码 破网得分 结果就3比3 进入了PK大战 这个剧本可能是很多 买运彩的各位想不到的 就直接撕烂手上的那张彩卷 不过也是有人从中得力的啦 最后呢 阿根廷是挺住了压力 加上门将 Martinès的优势表现 以4比赛赛的 点球大战 剖些大力金杯 这真的是Messi 在职业生涯 最后一次参加 世界杯最完美最完美的据点了 跟人家的部分 Messi获得最有价值球员 无庸置疑 Mbappé以8颗进球 拿下金学奖 阿根廷的Martinès 收下最佳门将 最佳新人则是由阿根廷的Fernandez获选 赛后Messi向媒体透露自己 还想以世界冠军的身份 继续体验国际舞台 当今的球王 如今完成的生涯 最后一面拼图了 率领阿根廷 继1986年 我还没出生的时候 再次成为世界杯的冠军 哇 那个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人 看他 就是带领着身边的 小朋友 大家都是看他打踢球长大的 然后成为他的队友 然后再帮助他 一起拿下这个大力金杯 真的要说难得就有多难得 果然是运动带给大家的美好 就是这么的神奇 这么的适合拍成电影剧本 再来聊到的是棒球的消息 又有一位旅美投手诞生啦 今年曾在大传联赛标出 158公里火球的潘文辉 确定将挑战大联盟 目前已经跟美职国联东西球队 达成的加盟 共事预计会在明年1月 去美国 潘文辉呢 今年只有20岁 来自棒球名校不保加商 在高中时期就能处以 150公里以上的球速 也是2019年U18世界杯 中华队夺冠的主力之一 早就吸引了非常多 就是多支球队来注意 希望你在美国的生活 可以一开始就 赶快让自己投入 融入当地的文化 好的 再来就是亚冠赛 第二届的亚洲职棒大赛 争霸赛即将在明年的11月举行 上一届呢 只有中华职棒 日本职棒 以及韩国职棒三队 明年将加入澳洲队 变成四队参赛 这个赛事的目的 是为了培养年轻选手 让他们将来能穿上中华队战袍 因此呢 参加资格呢 是24岁以下 或是职棒经验 未打三年的选手 但也允许使用 三名超龄外卡球员 而中职联队将由 陈景峰来担任总教练啦 工程师的两名球员 加盟T1 分别就是布拉跟林一辉 云豹12月15号 宣布签下先前效力 就是工程师的林一辉 变成了 好像是达星的连线了 一辉去到云豹之后的 前两场比赛 他也打得升龙火火 感觉好像回春了一样 大家是不是觉得说 他会不会是在工程师 是不是适应不良 或是那个体系不太适合他 所以来到了云豹之后呢 就好好的力求表现 Anyway 他第一场比赛是拿下了 9分2篮板2助攻 另外一边呢 前一秒才和洋将星巴达成 离对协议 下一秒还刚列印 就发出了新闻稿 星巴改回布拉正式加盟 和德古拉组合 拉拉双塔 这个高度 感觉就是第一场 要用来制约魔兽的 而且马上就登陆上场了 在汉云豹交手当中呢 是速度和魔兽 发生了激烈的言语交流 最后他交出了17分 8篮板 顺利带领球队 击败对手 这个 Pasley跟T1的交流 我觉得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 虽然说这两个联盟 是水火不容 但这样子交流 来交流过去 如果可以促成 就是合并的 那个黏着度的话 也是蛮好的 就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交流这样子 大家上海外最关注的就是 魔兽没有上场这件事情了 12月18号 桃圆云豹出场的球赛 多拉浩尔在经过评估之后呢 决定不出赛 引发当初抢票 抢破头的球迷反弹 针对这件事情呢 云豹他们也有发表声明 苏伊杰本人也有在自己的社群上面 发表声明 大家要自己去看一下 在贴在这边 真的很乱 非常非常的混乱 一方面想的是说 哦 哇 云豹占据了很多新闻的版面 好像声量很高 流量很高 但另外一方面 居然都好像是球迷的怨声载道 而如果说他可以在比赛开始前 起码我觉得最慢 两个小时前 跟外界说明说 今天的状况是怎么样 或许或许 大家的那个反弹的声音 可能不会到这么的大 然后再来就讲到说 在半夜 因为大家其实都还是醒的 因为为了要看市组嘛 他的那一篇声明 那算了过没多久 就把他删除了 我会觉得 云豹在就是处理 这个公关危机的事件的情况之下 难道没有人去法官一下 这个发文吗 又有人要说 我的室友主持怎么样怎么样 今天他不管主持的好愉快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箭吧 他就是一个 大家发泄情绪的出口 而且大家也很明白 会去云豹主场的球迷 他们基本上 80%都不是云豹的球迷 基本上都是魔兽迷而已 所以魔兽有表现 气氛就会高涨 魔兽没什么表现 甚至没上场 基本上就是会引起大家的众怒 就是这么的简单 你要说他第一场主持的 就是没有经验不够好 OK我们第二场做调整 也是中规中绝来去主持 但不管怎么样 就算今天主持的中规中绝 还是会有人骂 有人批评 再加上现场的收音 尤其是11 Sports的收音 在送给YouTube的部分 异常的大声 异常的大声 其他的主场的主持人 都不会有这样子 声音直接被放送 然后去跟主播球迷的声音 去打到的状况 当然会造成YouTube收看的 观众的不爽啊 是我我也不想要听到 现场主持人的声音啊 我要看的是 主播跟球迷的讲解 那如果我想要 去感受现场气氛 我想要听到现场主持人的声音 我去现场就好了啊 所以这是两个不一样的 看球的感受 所以YouTube的观众会骂 那当然是因为 我为什么要听到现场主持人的声音 我又感受不到现场的气氛 到底是如何 然后再来 16号我去到了现场之后 云豹他们希望 球迷可以跟着他们的呼喊 一起站起来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那一天的主持其实不是只有威廉 还有他们的工作人员 希望大家站起来 可是连我自己 我其实真的都没有很想要站起来 为什么 因为他是在一个活球的情况之下 我们真的不太会去做一些太多的 加油的动作或等等 因为我们不是来到棒球场 我们那个风气还没有扬起来等等的 或者是你想要这么做 这么样的尝试 可是要搞清楚一个重点 大家不是很报名 大家是魔兽名 只有魔兽在进球 在投进三分球 甚至是有一个扣篮的时候 大家才会站起来欢呼 那当然就只有这么一瞬间而已 对 就是这个样子 嗯 然后 最后呢 苏毅杰就请辞了 总经理这件事情 但不晓得 他会不会以球员的身份上场 但他既然都说要付出了 就少打个两场吧 只能说 非常非常的混乱 在一切所有配套措施 都感觉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之下 就迎来了这么大的洋将 很像是一种 短线的商业利益炒作 大家说对于长远是发展是没有帮助 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也让大家看到说 只要把球星培养好 养出球星了 是有机会可以把篮球场 一万五千人给做满的 对 这是另外一方面的思考 但总之 云豪这一系列我真的是 就是看不懂 然后我家室友也是 真的辛苦了 现场有太多太多不可控的因素 但在这边我没有想要跟大家赘述 也不是要讨派或干嘛 因为大家都骂都骂了 我也不希望这一段就是再放上 网络的新闻等等的 不需要 但不管怎么样 威廉都辛苦了 我来家里 好好的 拥抱你吧 对 但还是要关注一下 Plus League的 领航员 五连胜咯 大家就会有很多疑问说 那他们上一季的问题 是不是 总教练啊 等等之类的 不清楚 但是看得出来 我在礼拜一篮球摸谷访问 就是GM 陈信安安哥的时候 他说 哇 卡帅呢 真的是一个对篮球非常执着的人 他就是温柔版本的 黄万龙教练 等于是他对于篮球的执着 跟热爱是非常非常的深刻的 也因为卡帅的加入呢 造成了蛮好的一些化学效应等等的 然后包括他们的训练 都有一些些调整 所以才造就了他们目前 诶 战机是挺不错的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 立业来早茶 肠胃还很虚弱 只能喝流脂食物 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